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想跟大家分享疫情中的喜乐 从传道书看日光之下的人生 这次的疫情已经有一年多了 在疫情中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逝去工作 可能也逝去亲人 也可能逝去自由 也逝去健康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如何能生活呢 我们还能享受生活吗 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还能有喜乐吗 这喜乐经常是新月圣经里面提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难道我们在就业当中的书卷当中 没有提起这个喜乐吗 其实圣经当中 尤其在传道书 有提到喜乐 我们先从几个哲学家来提出 当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第一位的哲学家提出异常的病毒 他提起了例外已经变成规则了 生活各方面的秩序呢 也要联系 让我们更加可以明白 第二个哲学家呢 提到这个恐慌 变成集体的恐慌 我们因为新闻的报道 经常也就在这种恐慌的之下呢 过我们日常的生活 政府呢 也这个提供了通过限制人自由 集体 他们有机会封城 让整个人都没有办法 有自由的活动 另外一位哲学家呢 提到这个公共权力的分解 这种情况之下有两个 这个很明显的 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政治 医学化 医学 政治化 我们要如何得到 这个 可以处理这些事情呢 可能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三位的哲学家呢 提到这是进步的结束 提到现在是末世了 我们的未来已经崩溃了 国家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日本同样也有一些哲学家 提出两个观点 一个是提到实责的权利 他提到这一次 因为疫情好多死者呢 没有得到适当的杖利 国人已经侵犯了死者的权利 移动的自由 因为受到限制呢 这个很多人都不方便 圣经的传道者 Gohelet 在提出在疫情之下 应该如何 感谢主这次环球的 这个专题的讲座当中 以各方面来提出这个问题 传道者 其实在寻找答案 以今天来说 他拿着一个智能的手机 到处采访 到处做笔记 把一些该由的把它写下来 他试图要寻找人生的意义 在日光之下 可以得到答案吗 我相信大家都想得到答案 传道师是一本精彩的书 属于智慧文学 上帝把这本书赐给我们 有他的目的 真言书是直接告诉我们 敬畏耶华是智慧的开端 智慧的开端 但是传道者 用另外一个角度 其实要帮助我们 每一位的基督徒 来寻找一个重要的答案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传道书的中心经文 也就是传道书的三章第十一节 他使万事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又把永恒的意思放在人的心里 虽然这样 人还是不能察觉上帝自始至终的作为 上帝使万事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位造物主把美好的时刻赐给我们 他创造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我们应该感谢赞美主 他又把一份的礼物 把永恒放在人的心中 因为他把永恒这个时间的观念 这个永恒无限的时间放在人的心中 人是有限的 人不能活得很长 人最多只能活到一百岁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把无限的时间放在有限的心中的时候 就不平衡了 就不平衡了 人家就要寻找答案 这正像我们现在在疫情之下 在寻找答案一样 到底我们可以有喜乐吗 还是我们有很多的愁苦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后半节这样说 虽然这样 人还是不能察觉 上帝自始至终的作为 在春夏秋冬当中 在万事当中 我们能不能看到上帝美好的时刻 能不能有喜乐呢 我们要从传道书来探讨 日光之下的人生 通常一本书我们要了解它 要从三方面来看出它的信息 传道书这本书 你如果看到很多的注释本 和是听传道者和是牧师的一些讲道 它的看法很多不太一样 很多时候它就会提起这个消极的人生 好像我们活在世上呢 是这个消极的人生 通常一般来说也会特别提到 在日光之上 日光之上已经把这个答案已经讲清楚了 但各位今天我要带领大家 从日光之下 在上帝特别借助 传道者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本书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这重点就是要把喜乐赐给我们 保罗在新的圣经提到 我们要常常喜乐 菲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 我在说保罗说 你们要常常喜乐 特撒罗尼迦他也这样说 你们要常常喜乐 但是传道书在这边 其实要从寻找的角度 让我们看到日光之下的人生 首先这本书里面的虚言这么说 传道说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这个虚空可以从四篇六十二篇的九节 一百四十四篇的第四节 可以看出 这里面就是人像一口气 像空气一样 虚空的虚空 人的一些劳碌 就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劳碌当中有益处吗 如果是商人 我们就要讨论 我们能赚多少钱 有什么益处 对我们来说 我们活在世上有益处吗 那我们劳碌 流汗 有什么益处呢 今天有一句话说 这个太阳的地方 我们看到有中国人在那边流汗 有月亮光照的地方 我们知道有中国人在那边掉眼泪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传道者要先从这个角度 让我们明白 假如没有上帝在我们人生里面 假如我们没有亲近我们的神 我们的答案是虚空 这本书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 你们一切都听见 总而言之应当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诫命 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 人所做的每一件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上帝都必神问 为什么从虚空突然间跳出 这个上帝必神问 那为什么会把敬畏上帝带出来呢 谨守他的诫命呢 这个诫命就是他的吩咐 他在传道书里面 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 那这本书 那这本书有什么重要重复的句子呢 这本重复的句子出现好多次 都以吃喝喜乐 提出他的重点 首先提出的就是在传道书的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人最好是吃喝 在自己的劳碌中 自得其乐 我看这是出于上帝的手 出于上帝的手 这个观点 我们会在每一段经文当中 让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重点在哪里 我们把这本书分成四个大纲 提到他的目的 他的时间 他的保佑 和他的智慧 传道者在寻找这个答案 人生可以有喜乐吗 今天我们在疫情之下 可以享受喜乐吗 传道者肯定的说 是可以有喜乐 首先当他提到他的目的的时候 只有上帝能够给我们享受生命满意的钥匙 上帝的礼物是智慧 知识和喜乐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我们应该要比较 这个传道书的一章十七节 二章一到二节跟第十节 我们会跟大家来提出这个重点 在这段第一章到二章的当中 他提到在日光之下的生活 有什么意义 面对问题和大流行的疫情 上帝有没有关怀我们 没有上帝存在的人生 像是怎样的世界 人类的历史 就像车轮众所周知的齿轮一样 被简化为令人厌烦的力行公式 按照人能看到的这个世界呢 这就是一些立场公式 这卷书里面没有我们很熟悉的 所谓的救赎的历史 如出埃及记上帝如何拯救他们 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他马上出现 马上来拯救他的子民 或是像四世纪里面的神圣那位战士 神圣的战士 为拯救和领导他的子民 或是先知里面所讲的这个神圣的战士 替他们解决问题 替他们处理一些问题 我相信在疫情当中 我们已经听到好多信息 传道者在这边里面 开始的时候 就面对日光之下的生活 他从世俗观来寻找答案 世俗主义 像诗篇14章的第一节 所讲的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可是使用主义 我不在乎 就是疫情在和疫情不在 我都不在乎 这是世俗观的看法 所以当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用这种世俗观来 让我们寻找答案 在自然的世界当中 无羞耻的心 无论是从太阳 无论是从风 无论是从江河 都没有停止 没有停止 人的事物呢 没有心事 没有人纪念 对我们来说 没有益处 所以他说 都是虚空 关于话说 用世俗观来寻找 这个喜乐的观点 我们找不到 他是一位智慧者 他要寻求答案 我曾用智慧 专心寻求查究 天下所发生的一切事 请特别注意 他用智慧 而且专心 要寻求 他的答案 原来上帝给世人的 是劳苦的胆子 在第一章到第二章当中 上帝的这个名字 第一次出现 就在第一章13节 第二次出现 会在第二章 他的结论 他这一次呢 特别把智慧 要查究 就是他一直要找答案 他拿一个智慧手机 到处跑 凡是他能询问的 凡是他能查考的 他就跑去查考 他的答案 他说 当我专心查 就查智慧和知识 王傲和愚昧 才知道这也是不疯 因为多有智慧 就多有烦恼 加征知识 就加征痛苦 各位弟兄姐妹 他其实就是用智慧 人的智慧在寻找答案 越知道越多的时候呢 越多烦恼 越多有加征知识呢 越加征痛苦 各位弟兄姐妹 这跟真元书里面讲的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这个认识 那这个知识呢 会带给我们聪明 那这个跟那个观点 有一点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为什么呢 因为 真元书 黑白分明的答案告诉我们 传道者 让我们看出 他要寻找一个重要的答案 在寻找的当中 他除了从智慧来寻找 他也用这个 享乐的主意 就是今天有酒 今天醉 我知道心里说 来吧 我用享乐 试试你 享乐 请特别注意 这个西伯来人 用这个心哈 喜乐 用这个喜恶来试试你 让你看看 有什么好处 想不到 这也是虚空 对享乐 我说 这有什么用呢 他在寻找世上 所有的 这个能刺激自己 可以享受人生的喜乐 他的答案 就是他眼中所要看的 所要求的 所喜欢的 他都没有禁止 他把一切劳碌 他想象得到的 可以来刺激他的 他都要找出这个 以喜乐来刺激自己 但想不到 这也是虚空 都是捕风 他也用另外一个角度 他不用智慧 不用这个 享乐主意 他用劳苦观 那有一些人 不理这些 这个喜乐的观点 不理这个智慧的 他就用这个流汗 来找出答案 人的一切劳碌 和操心 就在日光之下 所劳碌的 对自己有益处呢 其实中 其一生 他的担子 既痛苦 又烦恼 夜间 也不能安心 这也是虚空 他现在就要带出 他的喜乐观 在日光之下的 喜乐观 在物质世界当中 他试图从 自然历史 来找出生命的方案 和追求 经营作为你 主要的目的 你一定会感到 主上 但是当从上帝的手中 过日常享福的生活 我们就可以得到 但是我们可以享受 喜乐的人生 享受上帝的智慧 知识和喜乐 传道士二章二十六节 特别提出 人最好是吃 喝 在自己劳碌中 自得其乐 我看这也是 注意上帝的手 二十六节 上帝把智慧 和知识和喜乐 赐给他所喜悦的人 这节的经文 要跟第一章十三节 第一章十六 十七节 来做一个对比 你就知道 他里面要告诉你 当你从上帝的手中 享受 他的吃与喝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 为什么用这个吃与喝呢 因为这个吃与喝 就是我们很基本的需要 无论你是婴儿 无论你是年长 无论你是中年 都要吃也要喝 所以用这个基本的观念 跟大家来分享 让我们在劳碌当中 可以享乐 可以有喜乐 这次的疫情当中 我相信我们 在不自由的当中 我们还是可以有喜乐 在不自由的当中 在家中 我们可以跟家人在一起 也有喜乐 弟兄姐妹 在多年前 曾经有人请我 到一个豪华的酒店 那个时候喝一杯咖啡 我记得贵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 刚我要上神学 那一杯咖啡呢 在那个城市当中 贵得不得了 我记得相当清楚 就是十块钱的美金 以今天来说 在四十年 十块美金呢 今天应该是好几百块 但是各位 这个吃与喝 是上帝要我们享受 但是这个喜乐 他一直要往前 让我们看到 那个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他的目的 要告诉我们 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可以享受 基本的需要 我们在劳碌当中 可以自取其乐 我们在他里面 可以享受喜乐 假如我们是 他喜悦的人 我们就可以享受 这个喜乐 我们应该要确认 这个喜乐 是从他而来 各位 这都是上帝的恩典 智慧和知识 神之喜乐 是他所赐的 第二方面 他进入 这个第二个大题 就是他的事情 上帝造万物 个人其实成为美好 上帝掌握 包罗万象的 寂寞在他 世的时间当中 实现 这里面 我们知道 大家可能很熟悉 这一段的经文 但是在这一段经文 特别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何看待上帝 赐给人类的时间 是福还是祸 这一次的疫情 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在人生的生活当中 有事情 让我们无法了解 在疫情当中 我们如何生活呢 我们在世上短暂的时间 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聆听 第五章 特别把这个重点 所以我们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 聆听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传道书 没有给我们 这个很深奥的一个答案 他要我们寻找 这个重点 假如是民宿记 这个对不起 立位记的26章 这个生命记的28章 他直接会告诉我们 这些疫情 这些病毒呢 跟我们离开神有关 神要把我们叫醒 但是传道书 他提出 有些难题 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 聆听他要对我们说什么话 人们已经认识到地上的虚空 但是根据上帝赐下的喜乐的生活 我们要思考和确认 在人生活中的主权 就是时间当中 神的主权 每一个人的经历 包括如何面对大流行的 疫情的方式 对上帝来说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特别提到重要呢 这里面特别提到定期和定时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食有时 栽种有时 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杀漏有时 意志有时 菜围有时 建造有时 这里面有十四对的对彼此 其实要知道 值得就是整体的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圣经里面 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 就以黑暗 以光明 来提到上帝的创造 就是从黑暗到光明 从黑暗的第一天 到第一天 要赐给我们的光明 每一个时刻 都是他所赐的 有些 这个 杰金家在这边 提出这是无可奈何 这都是我们 每个人都要经历过的 但是各位传道者 在这边 他用这个时间观 来让我们看到 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特别用这十四对的 对彼此 来让我们看出 比如圣经 我们很熟悉的 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你出你入 耶和华必眷顾你 神从我们出去 门外 到我们进来 家里 上帝都眷顾我们 各位这里面提到的 你出你入 就是从你出去 到你回来 上帝 每一步都眷顾我们 那我们提到 天地 从天到地上 所有的 上帝都掌握在他所中 那这边特别用这十四对 的对彼此 来提出 这个完美的 整体生活 通常圣经里面 提到七的时候 是一个完整的数字 那这个十四对 这个的对彼此 那复数的 让我们看到 这方面 圣有时 死有时 所有的我们一生当中的 时间都在他的手中 他掌握 他 有主权 他在这段时间里面 要给我们一个喜乐 的人生 我们需要 这个每一天 发掘和复行 每一天 该有的指责 我们要了解 而且要活出 有意义的 整体的人生 三章第十一节 他是万事 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这个时间 这个at 就是他所提到的 凡事都有定时 都有定期 他把永恒 放在人的心里 就是这份的礼物 要让我们来寻找 这位赐时间的上帝 他的目的 在第一章当中 是要让我们来认知 知道这个智慧 知识和喜乐 是他所吃的 在提到时间的时候 他要让我们看出 一切都是掌握在 他的手中 第十二节 十三节说 我晓得 人生最好是 寻乐 享福 人人有吃 有喝 在自己一切 劳碌中 自得其乐 这就是上帝的恩赐 在第二章的结论 他提到 这是出于上帝的手 那这边的时候 提到是上帝的恩赐 是上帝的礼物 我们可以吃喝 是上帝 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面对时间 和生活当中 各种的问题 我们完全需要 一个更高的陪伴者 有些我们 真的不明白 不了解 但是我们可以 来到他面前 所以传道书 在第五章 特别提到 这个 我们应该谨慎 我们应该敬畏 来到上帝的面前 聆听他 要对我们讲的话 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如何谨慎呢 我们如何来敬畏上帝呢 让我讲 两个实际的比喻 真实的故事 一位姐妹 她的父母 在这个疫情当中 突然间也过时了 当然 她很伤心 她哥哥 也得到这个疫情 她自己检验的当中 也有这个 有这个瘟疫 她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这个新冠病毒当中 她如何能感恩呢 当她在帮助她父母 进入医院的时候 因为这个早几个月前 有一位传道把她的父母带到教会 也这个把这个主耶稣 这个的信息 救恩的信息传给她 她也接受 很乐意来到教会 一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 就很喜乐 向他们喜乐 但是突然间过世了 在他们过世之前 其实在她生前的当中 在教会有一点生活 她马上想受洗 归入神的家 但是她母亲 因为败了很多这个神明 所以还不敢 但是这一次的 在医院当中 母亲在这个疫情之下 在这个新冠病毒 得到病的当中 女儿突然间 听到母亲向主祷告 主耶稣救我 主耶稣 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 求你赦免我的罪 所以虽然在疫情当中 有经过伤心 但是她还是见证 还是感恩 对这些还没有信主的 她自己的亲属 特别见证 她父母得到救恩 那另外一个家庭 她的丈夫经常出门 每个月几乎都要出门 经常不在家 孩子很盼望爸爸在家 这一次的疫情 爸爸也不能出门 也不能坐上飞机 正像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疫情当中 不自由 但是各位 她感恩 女儿感恩 母亲感恩 家中的每一份子都感恩 各位 这就是提到在疫情中的喜乐 当我们谨慎 聆听上帝对我们说的话 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他 在传道书的第五章 在这一段结束的当中 他把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 18节到20节 我认为既善又美 就是人在上帝所赐给他 一生有限的年日中赐河 各位这里面 这个环球圣经工会的 这个心理本 特别有两个字 有限的年日 一生有限的年日 我认为这实在是翻译得很好 因为一生的年日 跟一生有限的年日 不太一样 这里面提醒我们 我们的日子实在是有限 但是各位在日光 这种有限的生活当中 圣经怎么说呢 享受他在日光之下 牢牢所得的一切 因为则是他的份 能上帝赐予财富与资产的人 上帝使他能够享用 并取自己的份 请特别注意这边所提到的 能够享用 在牢牢中自得其乐 这是上帝的恩赐 上帝的恩赐在第三章提出 但是这19节加上 能够享用 20节再加上另外一个观点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 因为上帝使喜乐充满他的心 保罗在菲律比书 要我们常常喜乐 在传道书 在这个结论当中 告诉我们是上帝使喜乐充满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日光之下的人生 年日有限 我们应该要享受人生 有限的日子 第二方面 我们拥有财富与资产 各位这里面 特别要注意这个财富与资产 是每一个人从上帝得来的恩典 不要跟人家比较 因为马上在第六章 会帮我们解释这个财富与资产 是什么回事 能力能享受 他能够享用 并取自己的那一份 劳碌中自得其乐 各位传道书里面特别提到 我们活在世上是劳碌的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取自己的那一份 就helec那个字 分的那一字 我们在诗篇十六篇的第五节 耶娃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分 上帝把分 每一个人的那一份赐给我们 各位这一份 就像父母 当他要给他的儿女的时候 他给他们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份 各位上帝要我们可以享受 而且自取的那一份 实在是相当好 第四方面 我们过一个临近的生活 他不多思念 因为上帝使喜乐充满 他的心 他不需要再忧虑 不需要再想到明天如何 因为上帝使我们的心满足 让你把这个知足赐给我们 在疫情当中 你如何过这些日子呢 是不是天天还是可以感恩呢 还是可以看到神的恩手托住你呢 其实上帝 上帝每一个时刻 在时间当中 他掌握 他有主权 特别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而当我们进入第六章的时候 他就要特别提出神的保佑 他要解开这个赐福乐的上帝 享受的礼物包括吃喝 并且接受活在上帝喜悦之中的喜乐 将伴随他们 各位这里面 正像我们诗篇二十三篇首讲的 这位牧者 把恩典 把慈爱随着我们 赐给我们 他怎么来解释这段的生活呢 他其实用两个很重要的观点 帮我们找出这个答案 大家以为资产财物 可能就会满足我们 但是各位 是不是我们每一天 都要吃三餐海味呢 三餐都要吃这些很丰富的食物呢 其实不是 这边第六章就特别要指出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人的繁荣 人的狠痛 不一定是好的 他在这个观点当中 把什么样的重点提出来呢 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 知道的都提出来 重点都提出来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 怎样呢 我们特别很喜欢 这个他所赐的资财丰富 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残月 那加上尊荣 他会赐给我们 但是偏偏在六章里面 告诉我们什么呢 六章的第一节 第二节里面 特别告诉我们 有一个人 上帝把财富 把资产 甚至容易 容易赐给他 名利地位 他都有 都有 但是上帝没有给他能享用 甚至他一切所要的 他都可以享用 但是他没有办法享用 反而外来替他享用 各位他就特别提到 这个人不能吃 也不能喝 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到了这种自助餐 这种不费的当中 看到人排得很丰富的食物 摆在前面 那有时候我们都吃不下去 看到年轻人还可以吃 我们为他们感恩 为他们感恩 但是这边要提出 就是只有一杯水 只有一杯茶 一个简单的食物 假如你可以吃用 那这就是神的恩典 吃用就是神的恩典 第二个观点 他也把这个重点提出 就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长寿 你记得在第五章结束的当中 他特别提到一生有限的年日 那这个人可以活到千年 活到千年 他又有多子多孙 可以生一百个儿子 但是他没有 这个在埋葬的当中 这个人家把他忘了 他儿子把他忘了 他要指出人的繁荣 人的恒通 不一定对他好 对他好 他说要告诉我们的 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 要好好数算神的恩典 那在七章第一到第四节呢 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呢 就是逆境 它是患烂 对我们不一定是坏 不一定是坏 提到死亡 提到死亡这件事 他要提到神的保佑 当我们面对生活中 纳索的问题 让我们来敬畏上帝 上帝造人正直 但人们寻找许多的矫节 当他在提到人生 这个一些很难处理的事 他特别提起 有君王在下制人 那有人在管制别人 管下别人的当中 让人家很痛苦 所以他要指出受苦者 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罪引起 苦难是人类住在 不完美的世界当中 但是我们由他来保佑我们 我们由他来眷顾我们 当我们在温习前面 已经提过的他的目的 他的时间的当中 人在丰富和贫富和贫困的时候 我们的上帝在哪里 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吗 我们可以看出他带领我们吗 那这里面 也就是这段经文里面 很重要 在结论的时候 在传道书的第八章 特别就指出 还是回到这个吃喝的重点 意思是我称赞快乐 因为人在日光之下 最好是吃喝快乐 这是人在日光之下 上帝赐给他一生的年日礼 来自自己劳碌中 所得的享受 这里面称赞快乐 这快乐 如果是按照每一个人 自己来寻找的话 就是他自己在享乐主义的当中 他的答案是虚空 但是上帝喜悦的喜乐 不一样了 那他要我们在每一餐 吃喝的当中快乐 又再次提到这个吃喝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 一生的年日当中 劳碌所得的享受 日光之下的人生 贪吃喜乐 吃喝快乐 一生的年日 可以享受所得的 各位他为什么要重复的提到呢 因为你第一次听的时候 你假如还没不了解 第二次他再提出来 你还不了解 第三次提出来 你还不能了解 现在他一直要告诉你 你就要享受上帝所赐的人生 就是日光之下的人生 我们可以在疫情当中 我们也不晓得这个疫情要多久 还有多久的时间 就是我们已经开始打疫苗的人 我们还是不晓得要如何面对前面的日子 今天在科技发达 在这个无真理的时代当中 这个后现代族裔的时候 人家会给你好多不同的新闻 但是各位我们相信 来到上帝的面前 有他来保护我们 有他来保守我们 我们可以在吃喝当中 享受喜乐 各位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喜欢用这个吃喝呢 当你翻开圣经的当中 在创世纪 上帝把亚当放在爱典园里面 就告诉他 愿中所有的果树 你都可以吃 只有分别善而树的不能吃 在爱典园里面 上帝给我们这种生活当中 就以吃来提出 就是人基本的需要 当我们翻开启示录22章的当中 你会看到22章 开始提到这个生命核 也提到每一个月会接 12月每一个都有果子 虽然没有提到吃喝 但是这里面特别把这个 基本的观点赐给我们 复活的主碰见他的门徒的时候 也让他们安排吃给他们 各位吃与喝是人基本的需要 在疫情当中 你有享受你的日子吗 当我们进入第四个课题的当中 他的智慧除了人类的理解之外 还有一些神秘的之处 我们需要相信创造者的智慧 才能够尽情享受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工作 在这段经文当中 特别提到艰苦的工作 我们的劳苦 坚持不绝的努力 我们在寻求 技能和经验 就是智慧 都无法解开这个谜途 真正的智慧 属于上帝 属于我们的真神 属于上帝 在一个不确定的生活当中 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 指导下努力工作 我们要面对死亡 但是需要以他的智慧 他所吃的智慧 精力思考来敬畏他 这段经文当中 特别很重要的 就是九章 八章十六 一直来到九章第一节 他还是要专心 认识智慧 查看世上 劳碌一切人 作业不明的这些事 而第九节 他留心查考的当中 第九章第一节 就提出 这个义人和智慧人 和他们所做 都在神的手里 都在神的手里 他再次回到这个智慧 这个后面 这个观点 这位义人 就是他这个智慧者 在寻找的时候 他的答案是虚空 但是当他愿意来到 这位赤智慧者的上帝面前 他的答案 就是这个可以了解 生活当中可以有喜乐 可以有喜乐 第九章第七到第九节 再次把这个主题提出来 这个主题提到什么呢 他说你只管快快乐乐地 去吃你的饭 怀着高兴的心 去喝你的酒 因为上帝已经 愿纳你所做的 你当经常穿着白色的衣袍 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中 就是上帝在日光之下 吃你虚空的年日当中 你要和你所爱的气 享受人生 因为那是你一生 在日光之下 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所得的份 这个主题 这个喜乐的主题 吃喝的主题 再次在这边出现 在这边提到什么呢 提到在我们所吃的 这个食物当中 这个上帝要把喜乐 赐给我们 这个我们的吃的当中呢 上帝要我们享受喜乐 他提到这个酒 旧约信徒提到酒的当中 因为中东好多葡萄 所以酒是庆祖的 一种社交活动 那我们所禁止的 圣经所禁止的是酗酒 喝太多的酒 这个被酒来掌握 但是这边所提到的 就是从简单的食物 到很快乐的庆祝当中 这是上帝要我们 这个得到的喜乐 得到的喜乐 请特别注意 这边这个所提出来的 这个因为上帝已经悦了 你的作为 你的作为的 你所做的 上帝已经怨了 第二章最后一节提到 上帝喜悦谁 就把喜乐 智慧知识和喜乐赐给他 但是这边就肯定的指出 上帝已经喜悦你的作为 你所做的 各位这里面就很重要的 这个上帝 原来我们活在他面前 这提醒我们在狱精当中 我们该做的事 上帝托付我们所做的 我们应该做 在这边做完以后 这个上帝要我们 应用上帝赐得喜乐 就是吃与喝 吃与喝 第二方面在九章第八节 提到这个穿衣服 和是神之提到高游 其实这里面就是提到 我们的生活 我们在生活的享受当中 上帝也愿意把这些恩典 让我们好的享受 我们尽力的享受 最后提到婚姻 要与你所爱的期 一生 这个 在主的面前 这个一起的享受人生 享受人生 要与我们的家庭 要与我们的配偶 享受 享受 上帝赐的人生 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我们不晓得 是不是 这个配偶留在家中 你的孩子留在家中 你认为是喜乐 还是一种的重担 当你从上帝的眼光 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享受 你就会了解 你就会带 这个享受上帝赐的喜乐 各位 时间是他所赐的 他掌握 那在这一种 智慧的当中 其实传道者 现在要进入 这个智慧的主题 就当你明白 上帝所赐的智慧的时候 当你享受上帝 所赐的智慧 与知识的时候 你就会享受 上帝赐给你的 这个生活 你就会 与你的妻子 与你的配偶 与你的家人 享受喜乐的人生 各位弟兄姐妹 在这个享受的观点里面 我们要明白 两个重要的点 第一方面 在感恩当中 不可过于形式化 只是上帝给我们 有三餐的生活 我们可以吃 我们可以享用 这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感恩的时候 是出于真的是感恩 而不是因为 我们经常要要祷告 所以就感恩 甚至有人在讨论 到底这个 吃点心的时候 要不要感恩 其实我们存在一种 感恩的心 不要过分的形式化 第二方面 是另外一个角度 在相互当中 不可以有罪恶感 不可以有罪恶感 但是上帝给你 这个丰富的食物的时候 我们要感恩 不要觉得 这个有一点罪恶感 各位当你 在一个豪华的酒店 喝一杯咖啡 喝你的茶叶的时候 要慢慢地喝 慢慢地享受 不要喝得太快 不要喝得太快 也不要有这种的罪恶感 我父亲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每一天早上 都要从家里 走路到一个酒店 然后喝一杯咖啡 然后再走路回来 我曾经问他 你这样走路到酒店 喝一杯咖啡 你在家中 不要自己来泡你的咖啡吗 不要喝你的咖啡吗 他说我走路过去 一方面是运动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酒店当中 喝一杯咖啡 在这个美丽的环境当中 又有一些朋友 又有一些认识的弟兄姐妹 可以跟我一起谈话 多么好 各位当上帝赐给我们 有机会享受 我们的那一杯茶叶 那一杯水 那一杯咖啡的时候 那个丰富的那一道餐的时候 我们不要有罪恶感 传道书第十一章 第八到第九节 再次把喜乐 再次把这种观点提醒我们 十一章 人无论多长寿 都当乐在其中 不过他要想到黑暗日子 因为这些日子将会很多 要来了都是虚空 年轻啊 你在幼年时候要快乐 在壮年的时候 要使你的心欢畅 顺着你的心所愿的 眼看见的去行 不过要知道 为这些事 上帝必神问你 传道者已经快要进入 他最后的重点 提到这个敬畏的生活 他的智慧首次的当中 特别要提到这个 你如果活 无论是多长 无论多短 在你有限的年日 在第五章提到 有限的年日 你都要乐在其中 都要喜乐 还是用这个心哈 这个字喜乐 就是第二章里面提到的 上帝赐给他喜悦的人 有智慧知识和喜乐 各位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现象 就是没有人可以掌握他的生命 没有人可以掌握他的生命 有朋友 这个也因此离开世界 有这个医生 有牧师 也离开世界 但是有一些人 上帝医治他们 让他们留在世上 但是无论你的时间 多长 多短 传道者告诉我们 我们当乐在其中 就是我们在日光之下 其实我们的人生是喜乐的 假如我们知道 是智慧者 让我们可以好 数算我们日子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乐的活着 第九节说 年轻人 你在幼年时要快乐 在壮年日子 要使你的心欢畅 那智慧是不是要我们 就这样的 过分的像第二章前面的一节 到第九节时候提出的呢 绝对不是 因为这边 虽然提到 顺着你的心走愿 走见的去行 但是你看到这边 上帝必神问你 神问你 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很重要的 要告诉我们 两个很重要的观点 在日光之下 我们当喜乐 尽情的享受 看眼睛所能看的 看心里所愿意想的 我们尽情可以享受 各位 无论你年纪多大 你年纪多小 有些是上帝要我们 享受他这个创造的世界 这种美丽的世界的生活 但是他要我们存在 一个敬畏的心 快乐 是有界限的 不要随随便便的 不像这个 传道者在他里面 在寻找这个答案的当中 寻找这个想的主意 绝对不是 他要我们 好好的 这个知足 好好的满足 好好的享受 敬畏的生活 各位弟兄姐妹 在日光之下的人生 他特别从传道书 告诉我们他有目的 在疫情当中 他要我们喜乐 要我们认识他 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是上帝所喜悦的人 在他的时间当中 在他的时间当中 他要我们相信他 各位上帝 照万物 各按其实成为美好 有时候面对难处的当中 在这次是对比 持的当中 就是在疫情中 疫情后 上帝要我们相信他 他掌握 我们要信靠他 我们相信他的主权 在他的保佑当中 他要我们投靠他 投靠他 繁荣恒通 不一定是好 这个混乱 不一定对我们是坏 要我们投靠他 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真神 最后他的智慧 他提到人的智慧 找出是一种 这个没有答案 但是在他的手中 他的智慧与知识 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 我们应该要敬畏他 感谢赞美主 我们从传道书 可以看出在日光之下的人生 是喜乐的人生 这次的疫情 虽然对很多人来说 是一种不自由 一种这个失去生命的 这种的情况 是其亲友的这种的难处 但是在疫情当中 我们知道有一位伟大的真神 有一些隐秘的事 我们不晓得 让我们认识他 让我们相信他 让我们投靠他 让我们敬畏他 我是欧应育牧师 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院长 神的话语 是根古长新 永不改变 安定在天 也是师切 不同时代信徒的需要 人类的语言是不断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圣经一本 也是需要不断的更新 来满足不同时代信徒的需要 早在19世纪1822年 马里顺的一本面试 经过了新仪诏书 南京国语一本 北京国语一本 高德一本 前文理合合一本 然后1919年的时候 文理合合一本 到了近代 在20世纪的时候 1970年 女正中一本面试 环球圣经工会 就是看到20世纪 华人教会的需要 于是在1992年 出版的圣经信一本 能满足当时的 信徒的需要 他们更上一层楼 看到21世纪 全球华人教会的需要 于是开始来翻译 环球圣经一本 经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完成了 这个 环球圣经一本 既是符合原文的意思 采用一些新的 超本跟版本来翻译 更是采用 优美的汉语来表达 我们愿意 环球圣经一本 能够献给 全球华人教会 信徒在21世纪的需要 求上帝来祝福 祝福 这一本一本 让神的话语解开 发出亮光 帮助信徒 灵命长进 感谢您的样子